《獵王幾下》21、22章 馬拿西12歲登基,在耶路撒冷執政55年。 他母親名叫協西巴,他做上主汗為邪惡的事。 昔日上主曾在以色列人前驅趕異教民族離開那地, 馬拿西卻跟隨他們那些可憎的習族。 他把父親氣勢加摧毀的異教神壇重新建立起來, 並為巴力建造祭壇,又樹立阿舌拉處長, 就像以色列王阿哈所做的一樣, 他還向諸天各樣的勢力下拜,敬拜他們。 上主曾指著他的聖殿說:「我的命要永遠在耶路撒冷。 馬拿西卻在聖殿裡建造異教祭壇, 在上主聖殿的兩個院子裡為諸天各樣勢力建造這些祭壇。 他還把自己的兒子獻為伙祭,又行無術、占卜, 求問寧媒和巫師,做了許多上主捍衛邪惡的事, 野露了他。 馬拿西甚至做了阿舌拉雕像把他立在聖殿中。 上主曾經對大衛和他兒子所洛門提到這地方說:「在這座聖殿裡, 在我從以色列各支派中挑選的耶路撒冷城裡, 我的命要永遠受尊崇。 只要以色列人緊守我的戒命, 就是我的僕人摩西頒布給他們的全部律法, 我就不會放逐他們,不會使他們離開我賜給他們祖先的這塊地方。」 可視民眾卻不聽,馬拿西帶領他們作惡, 甚至比以色列人進入這地時上主所消滅的異教民族更壞。 上主藉著他的僕人眾先之說:「 猶大王馬拿西做了許多可憎的事, 甚至比在以色列人以前住在這地的阿摩利人更邪惡。 他還用偶像使猶大人犯罪。 因此上主以色列的上帝這樣說:「我要降災級耶路撒冷和猶大, 那些聽到的人都會嚇得以命。 我用什麼標準審判撒馬利亞, 用什麼尺度審判阿哈加, 亦要同樣審判耶路撒冷。 我要除掉耶路撒冷人, 就將印刷證盤子把它倒轉過來一樣。 我甚至要離棄我自己的子民中盛餘的人, 把他們作為戰利品交給他們的敵人。 自從他們的祖先離開埃及以來, 他們一直做我看來極為邪惡的事,激怒了我。 馬拿西還殺害了許多無辜的人, 直到耶路撒冷從這端到那端都充滿了無辜人的血。 他使猶大人犯罪,做上主看為邪惡的事之外, 又添了這罪。 馬拿西在衛士的其他事件和他所做的一切, 包括他犯下的罪,都記錄在猶大獵王史上了。 馬拿西死後,葬在皇宮的花園就是烏薩院內, 他兒子阿門繼承王位。 阿門二十二歲登基,在耶路撒冷執政兩年, 他母親是約提巴人哈魯斯的女兒米舒利密。 阿門做上主看為邪惡的事, 就像他父親馬拿西所做的一樣。 他仿照他父親的行為,拜他父親拜過的偶像。 他離棄了上主,他祖先的上帝拒絕遵行上主的道。 後來,阿門的官員謀反,在皇宮裡刺殺了他。 這地的民眾屈殺了所有陰謀背叛阿門王的人, 立他的兒子約西亞為王。 阿門在位時的其他事件和他所做的一切, 都記錄在猶大獵王史上了。 他葬在烏薩原中他自己的墳墓裡, 他兒子約西亞繼承王位。 第二十二章,約西亞八歲登基,在耶路撒冷執政三十一年, 他母親是波斯家人阿達雅的女兒耶底大。 他做上主看為美善的事,效法他祖先大位的榜樣,沒有偏離正道。 入西亞王在位第十八年,他派米蘇蘭的孫子 阿薩利亞的兒子宮廷書記沙番到上主的聖殿去,並吩咐他說, 你去見大祭司希拉格,讓他掃點上主聖殿的守門人, 從民眾那裡收到的錢。 要把這筆錢托扶給奉命監督聖殿修復工程的人, 好讓他們可以支付給工人,用為整修上主的聖殿。 他們要僱用木杖、建築工人、尊雅杖。 還要買整修聖殿所需的木材或作好的石頭, 但是監工不須為他們所收到的錢記帳,因為他們都是誠實、可靠的人。 大祭司希拉格對宮廷書記沙番說, 我在上主的聖殿裡發現了律法書。 希拉格就把卷軸給了沙番,他就讀了。 沙番去王那裡報告,你的官員已經把在上主聖殿裡收集的錢交給聖殿的工人和監工了。 他還告訴王,祭司希拉格給了我一個卷軸, 他就把卷軸的內容讀給王廷。 王廷了寫在律法書上的話,就絕望得撕破了衣服。 他吩咐祭司希拉格、沙番的兒子阿希金、 米哥亞的兒子阿格波、宮廷書記沙番和王的顧問阿薩雅。 你們到聖殿去,就找到的這卷軸上所寫的話, 為我、為民眾、為傳由大、求民上主。 因為我們的祖先不遵行者書卷上的話, 上主就向我們大發露火, 我們一直沒做到這書卷上要我們必須做的一切。 於是祭司希拉格、阿希金、阿格波、沙番和阿薩雅到耶路撒冷的身軀去, 向先知烏勒大請教。 他是沙龍的妻子。 沙龍是哈爾哈斯的孫子。 特牙的兒子。 是看管聖殿禮服的人。 他對他們說, 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已經說了, 會去高蘇那派你們來的人。 上主這樣說, 我將要向這成或這成的人降下災禍。 由大王所讀的那卷書上的話, 全都要應驗。 我的子民離棄了我, 向異教神明獻制。 我對他們所做的一切感到極為憤怒。 我要向這地發露火, 這火絕不會消滅。 你們要回到派你們來尋求上主的由大王那裡。 告訴他, 關於你聽到的信息, 上主以色列的上帝這樣說。 你聽到我對這成或這成的人所說的話, 這地要受到助奏, 成為廢墟。 你就心裡憂傷, 在上主面前謙卑下來, 絕望得撕破了衣服, 在我面前哭泣、懺悔。 上主說, 我確實聽到了你的祈禍。 因此, 在你平平安安離世下葬之前, 我不會降下所說的災難, 你不會看見我降到這成的災難。 他們就回到保護了大的信息, 告訴王。